今天我们来聊聊民国期间的联省自治运动 民国期间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仿照美国的联邦制做的一次尝试 这次运动虽然时间很短就以失败告终了 但是这次运动确实是在很认真的在做联省自治这个制度的尝试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运动发生的过程 以及它为什么会失败 对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会有很多帮助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联省自治 联省自治 先说自治 自治就是中国的每个省自己来制定省宪法 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自己治理本省 那再说联省 联省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 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那当时在统一时期还有另外两个名词 一个是武力统一 一个是地方割据 首先我们能看出来 联省自治它并不是地方割据 联省自治在实现地方自治之后 还是要实现国家统一的 但是在统一的方面 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的区别是 武力统一是由中央集权 中央对下进行统一 联省自治呢 是先地方自治 然后再联合统一 联省自治的思想 跟地方割据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地方割据一般来说 都是地方的军阀进行统治 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中央统治地方的 但是还是由地方的军阀来统治地方 那联省自治呢 是公民自己治理地方 这里面是有民治的思想的 各省由公民参与制定宪法 由民众进行选举议员 这和地方军阀的统治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中国的知识界 从辛亥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 就提出过想学习 美国这种联邦制的制度 但是呢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 中国很快进入了统一的状态 虽然这个时期的统一 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统一 没能达成完全的中央集权 但是和平统一的呼声 确实是当时的主权力 联邦制的声音就暂时被压下去了 在袁世凯死了之后 北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弱了 政令基本上出不了北京城 各地军阀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 段祺瑞没有恢复第一届国会 开始重新选举新国会 孙中山在南方建立了护法军政府 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状态 段祺瑞开始对南方进行武力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人高举连绳自治的大席 要求在宪法上实施省长民选 在这期间 梁启超的研究系 一直都是帮着段祺瑞的 研究系坚决反对省长民选 他们对国民党提出的联邦自治进行讨伐 这时候在舆论上 孙中山的国民党和梁启超的研究系 就形成了两个阵营 国民党提出要联省自治 研究系的观点是要中央集权 可是随着时局的发展 两方都开始向对方的方向去转变 后来的孙中山打起了北伐的大旗 要进行武力统一 而后来的梁启超开始走上了联省自治的道路 梁启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当时段祺瑞选举新国会 研究系一直在帮着段祺瑞 做各项选举的策划 研究系的想法是 他们想在新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 段祺瑞不可能让研究系控制国会 他选举新国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让政党控制国会 所以段祺瑞安排徐书征搞了一个安抚系 徐书征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 让安抚系的成员占领了新国会的大多数 他们把研究系排挤出局 从此之后 梁启超的研究系和段祺瑞决裂 并且结下了仇恨 研究系开始对中央集权产生了怀疑 他们逐渐地走向了联省自治的路线 那随着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推进 南北战争正式开大 全国各省的中小军阀也在各地争夺势力 随着两次南北和谈的失败 武佩福的北撤 1920年又爆发了直晚战争 这一系列的军阀混战 让人民苦不看一眼 同时也将联省自治的呼声推向了高潮 那是谁在积极地推行联省自治呢 首先是地方的中小军阀 北洋系的大军阀一直在走武力统一的路线 段祺瑞的晚系要武力统一 直晚战争之后 新上台的直系也是要武力统一 那在地方中小军阀的层面 他们希望依靠联省自治 能够将北洋系的大军阀挡在省门之外 然后是民众 在民众的层面 他们希望依靠自治 结束军阀混战的灾难 最后是知识分子 在知识分子的层面 他们认为 从1912年北洋政府建立 到1920年直晚战争 时间已经过去八年了 上层救国的路线没有走通 他们希望通过联省自治 尝试走出一条中层救国的路线 胡适当时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是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序》 在文章中胡适提出 联省自治是打倒军阀的重要武器 他认为改变军阀割据现状的第一步 是建立基于各省自治的 联邦制统一国家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的知识分子 大多数都支持联省自治 尤其是在梁启超的研究系加入之后 更使得联省自治成为了 当时最流行的政治思潮 在1920年到1924年之间 加入联省自治的省份 一共多达10个 这10个省份 包括直接参加了南美战争的 广东 广西 福建 也包括介于南美战争中间地带的 湖北 湖南 四川 陕西 还包括地图西南的云南和贵州 还包括跟南方关系 比较密切的浙江 我们能看出来 这10个省份 大多数都是受到南美战争 影响比较大的省份 或者是离北方政府比较远 受北方政府影响比较小的省份 这些参与自治的省份里面 对联省自治的践行 最彻底的是湖南 为什么是湖南呢 因为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在湖南 湖南人民受战乱的伤害最大 尤其是在北洋郡阀张静尧 主政湖南之后 张静尧对湖南的祸害更深 湖南人民发起了驱张运动 要驱逐渡军张静尧 在吴佩孚的配合之下 驱张运动居然成功了 湖南人成功地驱逐了张静尧之后 就提出了乡人至乡的口号 乡人至乡说的是 湖南不要中央派来的军阀统治 也不能让当地的军阀统治 湖南人要开始实施联省自治 让湖南人民自己治理湖南 这时候湖南的军阀们 以赵亨蒂为首的五人 居然也同意了让出权力 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 湖南人开始自己制线 首先要制定出一部湖南省宪法 给湖南制线提供理论思想的 不仅有中国国内的学者 还有国外的学者 国内学者包括梁启超 蔡元培 张东孙 张太炎等人 国外学者有杜威 罗素等人 在制线的过程中 省政府和民众之间 又出现了由官申制线 还是由公民制线 两条路线的分歧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由学者制线 参与制线的是王正廷 江百里 李建农等学者 这些学者在阅读书院闭门一个多月 一个月之后他们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 贯穿着主权赞民的政治思想 和权力平衡的政治原则 还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时的实际情况 草案出来之后 受到的评价还不错 连当时反对学者制线的大公报的主笔龙坚公 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这部草案之所以会得到好评 跟梁启超的研究系有很大关系 湖南起草宪法的委员们 很多都是梁启超的学生和研究系的成员 梁启超曾经多次反省 民国以来漫朝乱局产生的原因 他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临时约法的问题 他认为当时的临时约法是因人立法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制约袁世凯的个人野心 而不惜牺牲了宪法的公正性 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 梁启超的这些反省改正之后的意见 都体现在了这部湖南省宪法草案里面 可以说这部宪法草案 受梁启超的影响是很大的 湖南省宪法草案在经过了 宪法审查会的审核之后最终确定 这部由学者起草 由士绅审核的湖南省宪法 成为了湖南实行自治的法律依据 1922年 湖南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民选举 选出了现议员2761名 又选出了省长 七个司的司长等官员 通过这些选举 湖南组织了第一届民选省政府 再往后依据这部宪法 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大小军阀三分之一的军队 在当时可是一个各省军阀都在肆无忌惮地扩军的年代 湖南省中裁军实在是个奇迹 当时湖南最大的军阀是赵恒蒂 相对于其他军阀来说 赵恒蒂可以说是相当的开明 在整个制线的过程中 赵恒蒂都没有任何干预 哪怕宪法中出现了很多对他自己不利的条款 他也能接纳 没有阻挠 湖南省的自治实施了六年 一直在艰难的退行 湖南自治在还没有做出太多成绩的时候 就在内外的夹击之下流产了 湖南自治运动的流产还留下了一个中国不适合联省自治的名声 那我们来说说联省自治失败的原因 联省自治在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有 我们经常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什么 是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这个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的地区差异真的是很大 有些地区的差异甚至超过了欧洲各国之前的差异 那推崇联省自治的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设计蓝图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 这些知识分子认为 美国成功地兼顾了各地的差异 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是所谓的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 他们搞联省自治的目的 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 在他们看来 中国实行共和制是唯一的自强之路 但是在他们实现的民国时期 中国恰恰是一个弱中央政府的时期 有实力的军阀都想的是武力统一 那些中小军阀 他们想要自保的才对联省自治感兴趣 这些地方军阀 虽然说他们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割据去搞联省自治 他们有可能对联省自治这个制度也有一些美好的想法 但是他们的动机难免让人产生怀疑 而那些推崇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呢 他们也只能依托于这些军阀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否则的话他们所有的设想都会是纸上谈兵 当时湖南大公报的主编龙建公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假冒也不要紧》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说 军阀即使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赞同联省自治 这样也不要紧 人民可以拿出诚意去打动它 所以说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地方军阀来实现联省自治的理想 那这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军阀 比如说最典型的有两个 一个是赵恒替 一个是陈久明 他们确实都有保镜安民治理地方的美好愿望 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却一直被打压 比如说陈久明 他很用心地治理广州 他想先实现广东自治 用广东做一个样板 但是孙中山的目标是北伐 孙中山要用广州的财政来支持北伐 陈久明想要联省自治 孙中山想要武力统一 两年的政治路线不一样 必然会产生冲突 最终陈久明失败了 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掌握了话语权 陈久明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 赵恒蒂也是一样 赵恒蒂在湖南想要自治 他的好友吴佩孚却要统一 在南北加级之下 湖南的自治也流产了 那这说的是自治的军阀 受到了想要统一的军阀的打压 也就是外部原因的打压 那联省自治不能充公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省内的内部原因 还是说广东的陈久明和湖南的赵恒蒂 陈久明的势力是来自于惠州 只要他当家 广东的来自珠三角的势力 和来自穷州的势力就多不服 湖南也是一样的情况 湖北、湖南和湖西之间的地域文化 差异非常大 不斥于两个省份 在湖南自治的过程中 赵恒蒂费尽心机 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 尤其是难以对付来自湖南的唐城志 那为什么省内会出现这种分裂的问题呢 因为中国的省是经过了不同经济文化单元 柔和而成的 省内同时有着好几种不同的文化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元代的时候 元代的形成不是根据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来划分的 中国真正的经济文化单位是郡 早期的郡是在秦朝推行郡县制的时候建立的 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 同郡的人就意味着享有同一个郡望 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 元代设置的行省呢 他们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中央政府 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控制 我们现在看省这个字 比如说江苏省浙江省 这个省字好像是一个地域名 但是在历史上 省是衙门名 在今代和元代 开始有行中书省这个概念 中书省是当时的中央宰相府 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分出的一个机关 驻扎在外面 其实就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这么设置的原因 是蒙古人在征服了中国之后 他们不敢把政权分散到地方 他们要把权力把握在中央 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出的事 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 行省就是行动的中书省 中书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 那怎么可能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 从制度的设计上来说 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制度 但是在当时一族征服了中原的情况下 都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政治制度 这种行省制度的设计 不仅在行政方面对地方进行控制 在更深的层面上 是要在军事上对地方进行控制 在元以后 省区的划分和唐宋时代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江苏省 江苏省的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 它一面是山东 一面是河南和安徽 那徐州属于江苏省 但是它的外围 江苏就管不了了 江苏的总督或者说巡抚完全控制不了 这样徐州这个军事重镇就起不了作用了 江苏省也不能凭借徐州这个有利的地形 来起义或者造反 再比如说 南京也是一个军事重镇 但是如果广德守不住 或者说五湖放弃了 南京也保不住 而偏偏广德和五湖都被划除了江苏省的范围了 南京的军事重镇的作用也等于是被严格了 就任何一个省都是这样 它给你一部分割去一部分 全国各省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任何一个省都无法单独的反抗 这就是元代把行省这么划分的真正目的 这样做 不仅在军事上把一个省给割裂了 在经济文化上 又把不同经济文化单元的人给捏在一起了 比如说江苏的苏南和苏北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他们差异都非常大 安徽也是 安徽被江淮分成了三个部分 差距很大 而经济文化相同的长三角地区 又被分别的属于了浙江江苏 安徽三个省 就元代这样形成的划分方法 一直传到了民国时期 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时候 一个省内的经济文化都有这么大的差异 就很难在内部团结起来 那具体的反应就是比如说 广东的陈炯明创造自治 但是珠三角的人不服 湖南的赵恒替 创造自治 但是湘南的人不服 最终导致推行自治的省都产生了分裂 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 本来联省自治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局部团结 而不用武力来统一 最后却搞成了需要武力支持联省自治 这已经和当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要搞联省自治 这个以省来划分还是太大了 联省自治的精髓 其实是要实现同经济 同文化单元的民众在一起自治 如果中国想搞联省自治 不能以省为单位 恐怕还要往下分才有可能实现 在民国时期搞 还要考虑外部的阻力 因为在当时武力统一 还是大军阀门的主旋律 联省自治的方式 和当时大军阀门自上而下的统一 是相违背的 就这样在内外都没达到成熟的情况下 联省自治仅存在了六年 就被迫流产了 那好了 联省自治的话题就说到这里了 我开通了会员课程 来讲1921年到1945年的专题历史 如果有想听的朋友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您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